海风拂过香港 米浦湿地的蜜林里 幼苗挂满枝头 这是秋茄种子 在果实内直接发育后长出的胚轴 胎生苗 它们吸收着母体的养分 等待成熟后落地生根 这种大树直接生小树的胎生现象 在植物界很少见 却年复一年 在米浦的红树林中上演 米浦离都市紧一步之遥 它紧邻深圳河出海口 面朝后海湾 淡水与海水再次交融 海水长落 形成广阔的潮间带 孕育着香港 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潮水未至时 林木的根系 显露在外 涨潮后 海水没过树干 仅剩树冠 漂浮在海面 与名字给人的印象不同 红树林并不是红色的树林 反而四季长青 它是由多种不同棵树植物 组成的群落 因秋茄等红树棵树种占据优势 便被称为红树林 这些植物则被称为红树林植物 面对潮间带复杂的生境 红树林植物 改变自身结构和生理习性 生存下来 为应对风浪和松散的土壤 它们生出盘根错节的支柱根 深深扎入泥土 支撑着躯干 在自我保护的同时 也保护海岸免受风浪侵袭 为获取更多氧气 细密的呼吸根 努力向上钻出地面 为减少高盐海水的伤害 它们中有些植物的根系 聚收盐分 将过滤后的水分向上传输 有些则通过叶片上独特的盐线 吸出结晶盐 还有一些植物 将盐分储存在叶片中 树叶脱落时 顺便把盐分带走 解决了生存问题 繁殖也需要智慧 高盐缺氧的环境中 种子即使不被海水冲走 也难以萌发 此时 胎生的优势就显现出来 秋且发育成熟的胎生苗掉落后 能顺利插进泥土 快速生根 即使落入海中 它们也能随波浪漂流 到其他海岸扎根 除了直接生成胎生苗外 老鼠乐、铜花树等 则选择隐性胎生 它们的种子在果实内萌发 落地后 胚轴才伸出果皮生长 潮起潮落 海岸卫使红树林 用根系固岸护滩 以身躯抵御风浪 日夜守护着香港 稳移 选择隐性胎生苗 未经许可 以可 未经许可